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之前已經有10萬個訂閱 那10萬個訂閱的影片 可以回答大家10個問題 其中3個問題我已經前置了 我會先問自答 另外7個問題我會在我的影片選擇 究竟是哪7個問題大家想知道 因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重複了 那時候我就選擇一些 即是說得比較顯錢而明的問題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 事不宜遲就開始進入答問的環節了 頭三個問題我設定自問自答 第1個問題 拉人哥收到什麼人的律師信? 之後怎樣做? 我收到一間香港律師樓的律師信 他說他代表的卡人 就是某個地產公司的老闆 他就說我有一段影片的內容 可能涉及誹謗 希望我下架 封信其實很長 簡單地跟大家說一下 封信兩版 包括貼了我那段 那段Youtube 影片 哪幾句說話有誹謗 有可能構成誹謗的 希望我下架 還有道歉 還要道歉 有些觀眾很奇怪 他又不知道拉人哥你真實姓名 他又不知道拉人哥你的地址 封信他怎樣給你 封信他有經理的WhatsApp給我的 因為WhatsApp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這段影片也有說過我用的WhatsApp 不過他的視頻就給了拉人哥 那我就奇怪了 我明明這個電話登記 也不是拉人哥登記 登記的名字叫陳大文 為什麼他又不給陳大文呢 但如果他給陳大文 陳大文就沒玩過Youtube 玩的那個也叫拉人哥 所以其實拉人哥跟陳大文 是扯不到我在一起的 對吧 那我怎麼回覆他呢 其實我回覆他只有三個字 無此人 然後他後面 一直都有什麼的 一直都有在跟進 你WhatsApp 我 然後我將他封存了 也免得收到他的東西 坦白說 你經過WhatsApp給我 坦白說 我根本隨時當收不到 我回覆你三個字 就算很好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以後各大仇家 包括代理 或者發展商 或者什麼sir 或者哪些業主 重貨的業主 通常重貨的業主 很討厭我 或者藍絲也討厭我 那些藍絲 小粉紅 如果你覺得我說什麼 是屬於誹謗的 通常你都是說過我誹謗 因為我沒有其他行動 都是只得不後 大家省回律師費 因為你怎樣發展商 我也是不會承認的 即是都是無恥人 所以就給你算數了 就算你成功講大 找到陳大文 住在英國那裡 你寄封信來 我也是當收不到 哈哈 因為陳大文 真的沒有找到這個 所以陳大文 就不等於拉人哥 所以你永遠都是 無法配合兩個人 所以我都是無恥人 退回給你 所以各大仇家 就不要浪費錢了 即是你們請律師 做了今天的資訊 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你又找不到我是誰 你又找不到地址 就算你找到 誰找到地址 我也是不會承認的 所以各大仇家 就不要浪費金錢 浪費時間了 第二個問題 很多人都想知道 究竟拉人哥是誰 網上都很多人傳的 我都看到很多人 又說拉人哥是一個經紀 又說拉人哥是一個金主 又說拉人哥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都對的 大家都知道 我有這樣的失敗生意經 其實有很多身份 有些人認識我的時候 賣菜 有些人在做酒樓 認識我的時候 或是在擦餐廳 其實拉人哥做了很多生意 其實你們說我什麼人都是 其實你問拉人哥是什麼人 我想最有資格說的 拉人哥是什麼人 就是我自己 其實我在香港 由我離開香港 我上飛機的那一刻 其實我已經覺得 我要怎樣 我是拋開舊的身份 所以你看我一直跟公開認的 我不會認是做經紀 不會認是做生意 不會認是你們所做的金主 全部都不會認 只是認過一個行業 就叫做炒家 如果你一邊聽我的影片 又一邊聽到名字 我知道自己一個行業 沒有自己是炒家 可能拉人哥在香港這麼多年 當然有些朋友認識我 我相信 就算現在我也有些跟經紀聯絡 那些經紀熟的 當然知道我是誰 那些經紀 都是當我是一個炒家 或者當我是朋友 不要當我是炒家 所以現在網上 我發覺 經紀也跟我說 有些發展商在建我底 那建我底也沒用 我都走鬼做 難道你去英國打我嗎 哈哈 為了人身安全 這裏那裏 你們都不用建我底 你怎樣建我底 建得到的 我又不會認 建不了的 更加不認 你們在Facebook 討論區 或者其他YouTube頻道 貼我是誰 其實我都是否認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由我第一次做YouTube 我一直不出樣 即是換台比作點 我是不會認過氣的我 所以你們怎樣起底 都沒有所謂 你起誰我都會否認 尤其是你們 這個就是拉人哥 這個就是輸鬼死了 這個拉人哥 這個拉人哥 做生意輸鬼死了 我也是否認 有觀眾叫我十萬個訂閱 搞妄罪 或者是出個樣子 這個我也不會搞 因為我第一次不出樣子 已經知道 我做這個頻道 其實得罪了很多人 我免得再重複 大家都知道我得罪了哪一班 始終說真話 就一定得罪人 一定受加多了 所以為何不出樣子 就是要保護自己 所以簡單一點 你可以當拉人哥是任何人 但是你一邊質問拉人哥 這個是不是你 這個是不是你 拉人哥會全部否認 好,第三個問題 拉人哥會不會回香港呢 我要肯定告訴你 不會 因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人身安全 大家都知道 早一陣子有些 在榮明拿了NPF 負責 即保護抗殖金 回香港便出不來 我為何不回呢 其實都是人身安全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我WhatsApp公開了 經常受到一些藍絲說明 有些叫我小心點 有些叫我小心點 有些說 知道我住哪裡 回答我 通常這些 我都不回覆的 有些很奇怪 有些就說 已經報了國安 把保安號碼給你 我心想 國安不是一個微信 一個WhatsApp 當是報了案 然後他有個保安號碼 但我不知道是否國安 都好像警察 那樣有報案號碼 他還給他 拍照 國安的門口 然後就說 進去 然後回來 就說有這個報案號碼 他們是做這些事情的 其實他們做這些事情 沒什麼所謂 你報就報 是否才回來 我都不會回來 那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我想 讓政權逆手 我會回來 那如果一直都不逆手 那怎麼辦 就不要回來 天地天涯這麼大 我可以去英國 可以去台灣 可以去日本 可以去美國 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回香港呢 我就不知道 除了香港有些東西我想吃 不過也不用了 去台灣也有這麼多食物 其實台灣食物都可以的 台灣也挺好住 我最近去過短旅程 我也挺喜歡台灣 今天到第四條問題 就是觀眾的問題 恭喜拉仁哥 為什麼姐姐 最近沒有錄音 和她叫什麼名字 她叫什麼名字 就不要Disco 對嗎 那為什麼沒有錄音 大家都猜到了 因為是辭職 她辭職的理由 就是 她覺得自己不適合 其實可能是我 給她的工作量多 因為我跟她說 就是 最初請她 希望每天一條片 就是一個 Waking Day 譬如你一個星期三 五天 你就一個星期給我五條片 我希望她 兩個月後 就可以做到 一天做兩條 就是一星期給我十條片 可能她覺得壓力大 因為她始終經常跟我說 只可以做到一天 做到一條片 有時還要加班 加班 就是超過八個小時 但是很大件事 就是 你一天八個小時 才能做到一條片 你見到拉仁哥 有時多片 笑的原因 不是拉仁哥懶 而是拉仁哥 有時沒有靈感 有靈感 其實我做片很快很快 我做得最久 就是美麗新香港 那個樓市觸底 樓市觸底 就起碼兩三個小時 一定要的 但如果我做其他片 我可以過兩小時 可以做到一條出來 可能她覺得 現在做一條片 她經常說要加班 即超過八個小時 其實也挺大件事 如果真的 拉仁哥做一條片 需要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那就大件事 我想還不可以每天出片 可能要假日才能出片 不要緊 再請 請到再看看 因為始終一直都在請 其實我現在的心態 就是 拉仁哥我都應付到 拉仁哥教 這個紀律片 我都應付到 有些同事幫忙 如果下不下就OK 至於國語頻道 這個是我最頭銜 暫時 一定要年底 請到這個頭銜 就可以找得更好 第五位觀眾 第五位觀眾 就說了 去年年頭開始 因為飾演 反派通關樓市大升 這裏不太明顯說什麼 我照讀 恭喜十萬個訂閱 其實是否 藍絲而應人數更多呢 應該是黃絲多些 藍絲也不少 可能真的也是六四比 跟香港的藍絲和黃絲的比例一樣 六成是黃絲 藍絲四成 真的很多 尤其是警察 很多人移民到英國 不知道為什麼 警察是否特別害怕 不是叫警察 應該叫紀錄部隊 因為他們不止是警察部門 可能有些懲教 海關都移民到英國 應該都多 不過這班人最近 發現他們好像不出聲 害怕 害怕被別人報道 M.I.5 還是M.I.6 就說他們是間諜 那不要理會 你移過來 我就不會主動舉報你 因為我不做這種事 我的心態 你藍絲也好 黃絲也好 你選擇了離開香港 或英國 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每個人的原因都不同 我也不可以代表人 去贊成或反對你 這個就是 我的心態就不理其他人 最近 我的頻道 多了人看 就多了很多五毛 和小分紅進來 而開始 我會刪除了 這些五毛和小分紅 其實你們 進來看不重要的 不要留言 你留言 其實都是罵我 那些我一定會刪除 你放心 又說我不愛國 又說漢奸 所以大家是否看不到 漢奸那些字 因為那些字 全部被我們做 哈哈哈哈 說漢奸 你們才是漢奸 馬克思主義 不是漢奸 西方傳入 你說我說錯 其實我都可以保留在這裏 但你在這裏 說完這些五毛的說話 或者小分紅的說話 我全部會看到 小分紅 又禁止你在這個留言區留言 所以你發覺 有一天為何你留言不到 那你就知道自己是甚麼事 即是你說的那些是火火的 那就被我禁止了 其實我不會說 不歡迎藍絲進來看的 你要看就看吧 是不是 你有興趣留言 留言 不過就不要太出位的留言 否則我會殺錯良文 其實大部分人 都看完都不出聲 是不是 你們都知道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政治氣氛 怎麼這麼出聲 哈哈哈哈 那麼出聲那些 我發覺很多都是住在海外的觀眾 我看到很多觀眾都很敢留言 尤其是那個甚麼KM Con 整天說習近平怎麼死 哈哈哈哈 他沒有所謂的 他喜歡美國 他們又抓不到他 哈哈哈哈 所以拉眼光這個頻道 歡迎大家進來看的 但至於留言 我就會有殺錯沒有放過 總之我覺得各位 過了火 或者你是我而二次小分紅 或者五毛 我都全部delicet 以及按了你們 留言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 進來看了拉人哥的頻道 覺得很不舒服 就以後不要進來看 哈哈哈哈 好像有國昭 看完還要撲街 撲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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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昭 還有很多樓市頻道 外面就不一定要看拉人哥 還有你看看汪先生 看看詩先生 也可以 每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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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很好 我答了五條問題 都去到十三分多了 不如這樣吧 我開放這個頻道 你們看看下面還有沒有其他五條問題 其實我已經選了十條出來 不過有些人要我回答 哪裏賣樓好 究竟截住好還是租好 那這些我覺得 不應該在這裏回答 應該在我樓市信箱的回答 哈哈 不過那些我會在樓市信箱的回答 那些我會在樓市信箱回答 這個部分先拍完 先說著五條 那未來那五條 如果大家有些想問的 不如在這張貼的 在下面留言 那我再抽選出來 就回答你們了 那另外那五條 我想明天做完 好嗎 那我在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還有收聽先 拜拜 再次付一次 直接跟著我 夥散 點我 點我 再多謝大家 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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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我